英国保守党党魁争夺战落幕 热门候选人鲍里斯·约翰逊成功扳倒对手 外交部长亨特登上了党魁宝座 鲍里斯将在今天接棒首相特里沙梅 入驻唐宁街10号 新党魁就承诺一定会实现竞选宣言 打破僵局 让英国顺利脱欧 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即将迎来新主人 历史一个多月 英国保守党党魁争夺战成绩终于揭晓 热门人选外交部前部长鲍里斯·约翰逊 狂扫9万多张支持票 以超过6成的得票率 撼倒现任外交部长杰里米·亨特 成为保守党新任党魁 同时也将接棒首相特里沙梅 接下英国脱欧这块烫手山域 梅宜两个月前含泪宣布退位让衔 随着昔日战友接替工作 梅宜星期三就会离开唐宁街 而新党魁即将面临的挑战 除了要打破脱欧僵局 还得团结四分五裂的保守党 不过这个被称为英国版特朗普的 新进党魁信心满满 誓言兑现竞选承诺 脱欧强硬派即将成为首相 这消息让柳欧派难过 同时也质疑将近16万保守党员 代表6000万英国人 领选出来的首相是否真的可靠 至于脱欧派则是雀跃欢呼 期待约翰逊为国家带来一番新气象 不过支持者都认为 协议脱欧是最好的结果 希望新首相不会让他们失望 以度仰言 要脱离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的苏格兰人民 并不乐见约翰逊败相 认为他曾经发表许多不利 苏格兰的言论登上相位堪称灾难 苏格兰民众普遍认为 随着约翰逊当上首相 苏格兰独立指日可待